俗话说,由穷转富难,由穷转富却容易,一辈子先穷后富的人,才能真正成为人上之人,因为受过苦,吃过罪,才知道幸福的可贵,稀才的必要性。 而下面这五大生肖的人,就有先穷后富的一辈子,人生只要一富起来,就再也不挨穷,不受苦。 生肖鼠,鼠鼠的人很多人都喜欢和他们打交道,一旦确定目标就会全力以赴,而且性格非常憨厚,人缘十分好,九月奴仆功德福财极星庇佑,到时候天赐大兆头,财运飙升,把握好运,将会一举翻身成为人上人。 另外,鼠鼠的他们要多结交一些异友,能够待望自身运势,能帮助自身,不久的将来横财追着跑,喜事接二连三。 生肖龙,鼠龙的人很懂得圆滑处事,眼光独到,商业嗅觉十分灵敏,他们鼠向五行鼠土,鼠龙人到了九月五行火箱柱,构成火生土之局,先是红韵八方来,后开门大吉, 倘若把握住好运九月,紫气东来,贵人鼎力相助,事业飙升,升职又加薪。 另一方面,对于有些生肖龙的人来说,下半年经过高人指点,获得更多的赚钱窍门,同时要注意,学会用发展眼光看待问题,要知道功夫不负苦心人,经过这些努力,未来从此步入幸福的生活。 生肖牛,鼠牛的人九月头顶聚宝盆,脚踩横踩运,事业节节高,发大财营大喜,生肖牛谁也惹不起。 生肖鼠牛的人时而外向,时而内向,十分善良,之前的运势非常的糟糕,好像不管做什么事都受到了很大的阻力。 九月上旬,鼠牛人有财神护身,到时候财富和荣誉会送上门来,桃花开花,晋升未加薪,还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财富,富贵一生。 生肖猴,鼠猴的人非常会享受生活,所以他们的生活一般都不会过得很差,即使工作上不如意,他们也不会亏欠自己的生活。 日子始终要继续,时间都是公平的。 为何不好好生活呢?就算前进的道路很崎岖,属猴的人也会奋勇值钱,不断地努力。 九月开始会有吉祥云光临生肖猴的人,到时事事顺心,事业也蒸蒸日上。 生肖猴,属猴的人九月开始事业上有新的机会,不但能够迎接挑战,更是能够遇难成祥,越是面对大的困难。 鼠牛人就更有用武之地,还能够借此机会拓展自己的人脉和财路,加上性格耿直,做事情能坚持,所以在事业上也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。 加上有贵人在暗中相助,所以喜事必定是能够迎门而尽,他们五福临门,财星转运,赚钱多多。 钱财是我们辛苦赚来的,谁都不想它付诸东流,但有时候谁也说不准,霉运到来的时候,我们也只能干瞪眼,眼巴巴地看着钱财流走。 不过没有关系,美运总有一天会散去,到时候我们就能赚取多倍的钱财,把失去的全都补回来。 接下来就跟小编一起来瞅一瞅九月份起,喜迎贵人,财运一路望着年底的三大生肖,都有谁吧。 猴年出生,属猴的人性格活泼开朗,热情幽默,很受大家的欢迎,人缘很好,朋友众多。 到了九月份,属猴人将一举迎来好运势,事业一帆风顺,同时也做出了很亮眼的成绩来,获得了上司的认可,成功地升职加薪,让人羡慕不已。 不仅如此,他们的财运也十足红火,赚起钱来丝毫不费力,羡煞旁人。 蛇年出生,属蛇的人生来就自带财气,一辈子都能得到财神爷的保佑,从来都不会有缺钱花的时候。 夫妻中只要有一人属蛇,那么日子就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特别是到了九月份,财运亨通,小两口赚起钱来容易得很,轻轻松松就能赚个盆满钵满,再也不用筹墨钱花,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 马年出生,属蛇的人在前阵子运势不佳,事业受阻,还频频破财,日子过得紧巴巴,这让生性好强的属蛇人很是悲伤。 但是没识蛇,到了九月份,属蛇人就能一举迎来好运势,特别是财运方面,得到了财神爷的加持,赚钱之路顺畅得很,不仅挣着相当喜人的正财,还能收获大笔意外惊喜,富得流油。 人就这么一生,我们硬快乐地度过这辈子。 只要我们不丧失对生活的信心,对理想的追求,只要你虔诚地去努力,乐观地去对待,事业上有好的机遇,就快速反应,抓住机遇,果断决策,应有超人的智慧去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,因为人生短暂,时光如剑,让我们人生的每个季节都光辉灿烂。 一,生孝鼠,鼠鼠的人勤劳多福,自强心高,在千辛万苦之后,大财不平之运,终于消失,迈入八月随着秋意来临,九月迎来了改运幻世之时,以往的闭塞运势,将会改为畅通无阻,好运不息,财员滚滚而来,财神眷顾,财运蒸蒸日上。 二,生孝牛,鼠牛的人勤劳本分,有份发力,敢于拼搏力争,属于自己那一发份财博,财运晚成,当八月秋意凉爽之时,也是大运轮回之时,九月一切都会呈现新一轮的趋势,财运步步来袭,手头越来越富裕,届时大奖也正等着你来取。 三,生孝虎,属虎的人勤奋上进,凭着自己的努力,敢于同命运交劲,定要把兔运变富贵,改变以往衰败之时,八月秋风凉爽之际,正是大运轮回之时,时机不等人,调节风水能让人拾来运转,九月浮运亨通,把握得好,你的钱才会越来越多。 四,生孝兔,属兔的人天生幸运,今年与太岁逢合,福气比较周济,浴室总是能交好运,时运常常也会交尽得恰到好处,这就是福人有福运。 当八月秋意来临之际,大运轮回,财神赐福,九月财运如期而至,蒸蒸日上,抽签都是上上签。 五,生孝龙,属龙的人天生富贵,他们的财运极好,虽然也曾经历经曲折,但他们毕竟是能者,能在逆境中取胜。 入秋的八月天高气爽,时运如期而至,只要能抓住时机,九月财运大起钱财生,可谓是财员滚滚,金银光照,富贵满门。 六,生孝蛇,属蛇的人为人精灵,处事深思熟虑,考虑讲究,一般不会鲁莽行事。 过于慎重就会导致畏缩不前,而失去几率,有福气的人终能借助贵人的力量,一跃而起。 八月天时地利,大运来袭,是财运的开始,九月是收获财富的最佳时期,也是资源丰厚,钱财成堆之时。 七,生孝马,属马的人精明能干,他们的运势多是旺衰储备,而心地善良的人,为人诚心诚意,好运自然也会缠绕在身旁。 春风得意马蹄急,事事如一年年浮。 八月向来多福的马人,如孟林才一般,好运不断,财运上上千,九月突然报复,特等大奖拿回家,财命惊人。 八,生孝羊,属羊的人向来做事经业,诚实有家,他们福运很好,但只因命中身弱才多,有财发不起来,总是劳而不得意。 八,有幸八月大运来袭,改变一切厄运,风水轮流转,身旺财旺,菩萨保佑,九月将会大运来临,财运迅速旺起来,钱财堆成山。 九,生孝猴,属猴的人聪明能干,向来都是圣者自局,但由于大运硬克遂君,所以近期财运,一直不甚理想,虽然有赚钱的机会,但总是从手边溜掉。 八月时来运转,财运升起,行财运发大福,时有酒贵,财员如猛虎,直奔财库。 十,生孝鸡,属鸡的人生来就是一个操劳的命,尽管他们财运不错,但终究离不开精巧的打算,和勤奋的努力,能吃苦耐劳者。 财运如云,八月好运临近,九月开始走上坡路,再加上命中递之财福,正案中升旗,定会发财,金银马脑,富有满仓。 十一,生孝狗,属狗的人为人可靠,有责任,做事踏实,任劳任怨,不论在那都会有积好的人缘,因此运势也会一帆风顺,财运自然也很称心。